在家庆祝過後 我們明天要去奧赫里德旅行囉 出發前往奧赫里德 這裡的一粒咖啡看起來有點廉價 呵呵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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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了五個小時的車我們總算是到了 抵達第一件事情 吃飯去 帶來特別介紹一道奧赫里德當地名產魚湯 會配上軟Q好吃的麵包沾大蒜醬 著名程度就好像台南棺材吧 我個人沒有很喜歡 反而是大蒜麵包讓我想問能不能淡點 這是我們接下來這幾天要住的房間 入住一碗單人約700塊台幣 有陽台泳池這些設施可供使用喔 並且相較於台灣住一碗三四千塊的飯店 這樣真的滿便宜的 奧赫里德湖 以歐洲最深最古老的湖而聞名 位於阿爾巴尼亞和馬其頓邊界上的湖泊 當地盛產珍珠與銀飾 還有一種特殊的白櫻桃 並於1979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為世界遺產 位於湖中間的這個走道也是大家喜愛的觀光景點之一 走道底仿佛站在湖中央 也是許多吊客的好去處 喜歡游泳的朋友也可以在這裡挑戰游壺喔 馬其頓當地人民純樸善良 除了路上可能會有強迫你買氣球的吉普賽人以外 我還沒發生過搶劫的問題 奧赫里德的街邊有許多販售飾品的攤販 有不少珍珠耳環、手鍊、項鍊都很適合當伴手領 在湖畢端有提供遊艇環湖的服務 價格約為台幣150 單次半小時 高貴不貴唷 走在這條街道的時候讓我有種似乘相似的感覺 彷彿回到台灣的夜市 尤其是這台小火車莫名讓我想起新穎的五分車 這裡也提供各種遊戲的攤販 這是在台灣嗎 現在是晚上九點半 現在是晚上九點半 這裡的大人和小孩似乎都沒有規律的地方 晚上十點大家的體力依舊旺盛 我已經不行了 早安啊 老骨頭的我對馬騎隊玩這麼兇 深感軍怕 今天一早我們要去一個名叫特佩茶的湖邊 有請維多示範正確念法 特佩茶 好我不行 我也想入鏡一下 呵呵 順帶一提 這裡的每個湖畔都有自己的名字 湖畔名稱沒有英文發音只有原文 所以行前可能要先準備好名稱 看這藍綠色的湖是不是超療癒的啊 奧赫里的湖非常清澈 顏色很像小時候彈珠汽水裡彈珠的顏色 那樣的透心涼 那樣的透心涼 夏天 這是我獅房最愛的一個湖邊 最不商業化也是最乾淨的一側 清澈到甚至湖底的石頭都可以清楚的看到喔 玩完水後不妨到咖啡廳喝的清涼的咖啡吧 悠悠宅宅宅 馬其頓的漢堡真的都超大的 大到拿在手裡都顯得手很小 只是十分之一我已經飽了 夜幕降臨我們要回市區囉 在這裡很容易被行住墓里 因為這裡亞洲人非常的少 來逛一下夜間的銀式街吧 這裡的珠寶銀式甚至連伊莉莎白女王都非常的喜歡 這裡還有一種非常特殊的建築 形狀是反過來頭重腳輕的房子 今天我們要來去參觀聖腦母修道院 聖腦母修道院由聖腦母在西元895年去世前建立 修道院不再具有宗教功能 而是變成了博物館旅遊景點 由於其迷人的外觀是個受歡迎的旅遊目的地 內部也建造了酒店和餐廳 讓我們來看一下東正郊是怎麼拜拜的 他們會將蠟燭插在充滿細食的水中 是不是很像我們道教裡的插興 參觀完後我們決定到聖腦母修道院裡的餐廳吃晚餐 餐廳裡頭的景色非常優美 我們選擇在外側露天走廊用餐 我們選擇在外側露天走廊用餐 往左看是奧和里德湖 而往右看就是一整片的樹林 真的很推薦大家來唷 在馬其頓第一道菜永遠都會是沙拉 然後再配上一杯阿拉基亞 阿拉基亞是當地住民的一種酒 我吃的這道名叫蔬菜雞肉 有點像公保雞丁 餐點價格座落於台幣120-450 附帶美景實在是經濟實惠唷 奧和里德的菜單皆有提供英文版 可以放心的來唷 一早我們前往命名為jungle的湖邊玩水 也很推薦大家到jungle 有種畫風轉變的感覺 彷彿來到海邊 這座橋是我個人最喜歡的地方 走在這座橋上 再不愉快的心情都會一掃而空 這座橋是我個人最喜歡的地方 圣約翰教堂 位于奥赫里的卡内尔湖边的悬崖上 应建在特殊的地理位置 而成为奥赫里的重要景点之一 回程我们很幸运地搭到一部美人 只要台币50块的船回到市区 夜晚降临,灯火照应在湖面上 像给湖面上铺了一层闪亮亮的碎尖子 来过这里,此景绝对是毕生难忘的哦 好了,船扣完了,旅程也差不多要结束了 奥赫里的还有许多没讲完的地方 于是我拿出2018年到这里拍下的其他景点 有太多神秘又有趣的景点等着大家来发掘哦 几天逛下来,私心最喜欢这家小店 珍珠纯银手链约台币600块 可惜这里的银饰店都没有Google地址 有机会大家可以来这里找到自己最喜欢的银饰店哦 拜拜